哈囉大家好 我是Yoro 截至今日相信大家已經在海拉圖的世界大玩特玩 不過根據日前問卷統計 可以得知大家對於盧比的需求量比想像中大很多 畢竟什麼東西都要錢呢 然而資本是獲得快樂的其中一個方法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這個魔法就是荷包滿滿法 畢竟在薩達的遊戲中獲取金錢真的比較不容易 需要花大量的時間來賺取 不管是從小遊戲中或者是販賣物品 大家一定也是希望可以在物資充足的情況下去體驗遊戲其他的內容 今天的這套魔法不是前一陣子網路上看到的家家操作流 超級簡單 不需要任何手度 基本上是材料的複製 事不宜吃 趕快開始吧 首先這組方法可以複製任何的材料 我們先要準備任意數量為1的材料 然後將要複製的物品擺放在最後一欄 你只要將物品先丟出來 然後再撿起來它就會在最後一欄啦 我們就先以資本主義的物品來做示範吧 將東西都準備好之後 我們先找到一個高台處 這裡我建議可以在監視堡壘附近的二樓的小屋簷 只要可以讓你跳起來展開滑翔衣就可以了 接著跳出去開啟滑翔衣 此時按下加鍵打開物品欄 選取數量為1的那個物品 接下來四個拿取要複製的物品 不用擔心那數量為1的物品不會消失 接著按下加離開之後 東西就會全部噴出去 再一次按下加回到物品欄之後 會發現複製的物品又出現了 就是這麼的簡單 反覆執行就可以一直下材料魚啦 這樣子的話大家應該就會想說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跑去超高的地方瘋狂複製了 沒有沒有沒有 這其實是有一個限制的 因為我已經實測過 結果發現東西全部都不見 但是限制如下 場上最多只能出現17個複製的物品 如果超過的話 那數量為1的那個物品就會不見 第二個 如果要複製的物品沒有在最後一欄的時候 基本上使用這個方法 被複製物品的後面的那些東西就會全部都不見 基本上複製的次數建議就是4次 4次過後就要撿起來一次 然後重新放到最後面再進行 但因為這個方法不要求手速 同時也可以複製所有材料 對於有需要材料 但不想要花時間農的朋友的 琢磨石是友善的 但也不得不說 真的不知道這些國外的大神 到底是能發現這些方法的 目前的版本數是1.1.1可以正常的使用中 有需要的朋友們千萬不要錯啦 財富自由環遊世界就靠這一波啦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薩爾達小教室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